首都百里喉之站 衛福部長陳時中 首度松口不排斥參選 但疫情還是最大變數 不想假挖來看挖挖 何時能等到疫情趨緩 陳時中抗議大將 在40歲以下的民調 都贏過蔣萬安 是張值得考慮的好牌 黨內的民調 其實如果差距 是在10%左右的話 選戰開打之後 其實還有更多的可能 所以我們都認為說 這個一拼的機會非常的大 隧道口已經快到了 我相信陳時中部長 已經看到這個微弱的光芒 如果在今年 來參選台北市的話 我覺得他可能會 落到一個是說 他是不是落跑的 一個防疫指揮官 因為無論如何 今年的這個疫情看起來 到今年年中 都還是很大的挑戰 疫情是不是 已經到了隧道出口 藍綠各說各話 而另一位台北市長 仁選蔣萬安 對於參選台北市長 依舊大打太極 讓經濟還有生活 回到正常 我想這個才是大家 最關心的 現在不適合 每天談選舉 防疫形象牌 如何發酵 隨著陳時中的松口 提前打上年底 就合一選戰 進行我們黃宣芳 方伯鋒 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